嗨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2月8号星期一 昨天呢我有收到一位朋友 给我发来的私信 他有一张截图 那截图是推特上的 推特上有某某人 我还是不点他的名 某某人曾经的朋友 对吧 曾经的铁姐们 指名道姓 说请转告美猴王 再怎么怎么样 他就要把我打到找不着萌芽 哎呀好可怕 好凶哦 好坡对不对 要动手哦 一个女人 做女人做成这么样一个坡 真是也是少见 对吧 我想跟他说 你呢以后这种 这种 真是上不了台面这种行为 不要再去沾一些无辜的人 那个帮我传话的这个朋友 他昨天跟我说 他非常纠结 他说要不要传这个话 他传这个话吧 他一直在劝我 劝我就说 算了啊 大家意见不合 以前大家都是有感情的朋友 对吧 就不要吵了 他一直在做这种合适了 劝姐的这种事 但是呢 他说 这不转呢 好像他要我转 他是公开要求我要转 我不转吧又不好 转了吧 又怕激怒了我以后呢 然后我又用更加过激的方式 然后又激起矛盾 所以人家不愿意 不愿意去做这种 无意当中就是做了一种挑唆 激化矛盾的这种角色的人 所以呢 你要找我 美猴王要怎么样 你要打我门牙也好 打我哪都好 你自己过来打 美国是畅开的国家 对吧 只要你有本事 你能踏进美国 你可以来找我 对吧 我家地址被人扒在网上的公开着呢 自己去查去 对吧 你又不是找不到我 你站到我面前 你可以来打呀 你有这个自由 对吧 我肯定站你面前 任你打 你打得过吗 你未必打得过我 对不对 就说话就不过脑 打到你找不到门牙 我告诉你 我美猴王从小打架打到大的 我打架的时候 你还没在这世上了 跟我叫嚣什么样 但是我跟你说 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打你 要怎么样你的话 这就是我跟你天狼之别 我在这儿 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 我都是用事实 用数据 用发生的事实 来跟你讲道理 对吧 哪怕我是讽刺你 也是讽刺你犯下的错误 那我从来没有要打打杀杀 要把你整招 这种打打杀杀 弄得像个女流氓一样 干嘛呀你 你几岁呀 老大不小了 对吧 也快要步入中年了 对不对 弄得像个孩子呀 那么幼稚 打打杀杀 你打谁呀你 你打得了谁 你就算打赢了 又怎么样呢 就算打赢了 你名誉就好了吗 你能挽回你的名誉吗 能弥补你自己犯错误吗 你的智商就提高了吗 你的情商就提高了吗 你还不是一样 你不更愚蠢 对吧 你在政治观点上面站队已经是站错了 一个坚定的反共的 反着反着反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跟共产党一起去反川普去了 去黑川普了 跟我说 川普在台上美国会更乱 美国一乱呢 中共就高兴 这是中共最乐见的事情 那我就想问了 你说川普在美国会乱 然后中共就高兴了 对不对 那中共是最希望川普下台 拜登上台 对吧 那你现在在黑川普骂川普支持拜登他们 那也不正是共产党所乐见的吗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你反共反共反着反着反到共产党阵营去了 去著作为虐去了 就是这个道理 难道你不懂这个道理吗 难道你的智商还不足以让你意识到这个道理吗 你怎么解释你无法解释的你有任何一个逻辑能够解释的通这个现象吗 这么矛盾的中共花了多少个亿的美元啊就在多猫腻上面做猫腻呀 为的什么呀为的不就是把川普弄下来让那个拜登上去吗 啊 这个道理你没有这个智商去理解吗 去明白吗 啊 到底谁到底谁的行为更符合中共的意愿呢 是你还是我啊 有没有这个智商有没有这个情商去分析啊 啊 民主党上去好像美国就不乱了一样啊 不光是美国乱呢 还乱到你台湾呢 台湾你蔡英文总统啊都从总统被贬为议员呢 贬为民选代表 堂堂的一个总统 硬生是让你挺的那个拜登 说成是一个民选代表 拜登的新闻发言人记者问他说 你们是不是还支持一中的政策对吧 那个发言人磕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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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磕了半天 全场都哄堂大笑了 然后他才迫不得已 就说我们一中政策不变不变啊 很羞羞达达的 一中政策不变 也就是说他们承认在在这个世界上啊 只有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是谁啊 不可能是承认台湾的啊 但是呢 在拜登登记之前 人家蓬佩奥 对吧 人家已经大声的说 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的国家 人家承认台湾就是一个国家 对吧 所以呢 你打我没有用 你知道吗 你自己去看看这些事实面前 你是不是站错队 你是不是犯了很愚蠢 很低级的错误 你去挺拜登他们 对吧 拜登是怎么对待你们的 你现在到了台湾了 如果那个 那个中共打台湾 美国就来把这个中共消灭了 怎么怎么样 我跟你说 你现在看看这个事实 事实人家是承认中国 是唯一的一个主权的国家 人家不承认台湾 把你台湾的总统 被贬为一个民选代表 就相当于一个议员 从总统下架为议员 人家会帮你们 审审吧 别做这个梦了 人家保护你们台湾 把你们台湾当个宝贝的 内界政府 川普政府 你去黑他 你去骂他 现在他要被弹劾了 你还转别人的推特 还支持别人对他弹劾 你号称你是反共 去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 你怎么去追求这个民主 和自由和法治 美国的宪法有规定 是可以弹劾一个平民的吗 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对吧 很简单的道理 有人说了 那宪法也没有规定说 不能弹劾一个平民啊 那就是很愚蠢 这叫法盲说的话 法律上面规定的 你必须要做 对吧 你不能去违法 那法律也没有规定说 不能弹劾我美猴王 那是不是他们也可以 弹劾我美猴王呀 所以说 这人啊 人的智商和情商 是怎么来的 怎么提高的 是靠打我美猴王的萌牙 提高的吗 你打我有什么用呢 有用吗 对你 没有用 我该干啥 我还是干啥 我该说啥 我喜欢说啥 那是我的权利 你有本事呢 也像我一样 用事实和道理来打我 我等着呢 对吧 你看看你现在的生活 朋友全部换了一茬了 全新的 对吧 以前那些不屑的人 你都可以去投奔了 现在他们跟你的立场都是一样的 对吧 你现在 哎呀 在台湾怎么活 我真的很担心你 虽然咱们现在不是朋友 我还是 对你还是有一份感情在那 还是很 老是会想着你啊 哎呀 你怎么办呢 对吧 你喜欢你欣赏了 你看的啊 那一切的事物 都是在挺川普的 什么年代向前看啊 什么你欣赏的明居正啊 这些人都是挺川普的 完了 你想看谁去啊 对吧 你挺蔡英文的 对吧 现在挺不挺我不知道啊 以前是挺的 对吧 那你是应该是跟绿营 是一个争先的朋友 对不对 那现在怎么办呢 那绿营现在都是挺川普的呀 那你只能转了 转去蓝营吧 蓝营看得下去吗 以前你不是很不屑的吗 所以你你怎么办哦 我真的很为你担心啊 你现在还能去找哪些朋友 去抱团取暖呢 那些朋友是不是能理解你 能给你温暖呢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现在我就想说 美国的民主党 做了那么多的恶事 对不对 没有见你站出来 说一句公道话 说 我不是拜登粉啊 我就像你以前说 你以前不是还是公开发推 在打川普的时候 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拜登粉 对吧 还说了一句 你们这帮挺民主党的人 也不要嘚瑟 对吧 但是现在呢 看看你的推特 你转的东西 那不全部都是拜登会的 一模一样的行为吗 去转他们东西吗 对吧 那么你说我 好像说到你的时候 有些东西不符合事实 对吧 那是你的说法 不是我的想法 也不代表就是真相 就是事实 对吧 也许你跟我说什么 我理解错误 你可以说我理解错 对吧 你不要否认啊 我不造谣的 我也不撒谎的 对不对 其实我撒谎 我造谣也没用的 因为你自己所作所为 全在推特上了 你否认有什么用呢 敢做敢为吗 对吧 你不说我敢做敢为吗 骂了就是骂了吗 讽刺就讽刺吗 是 我做视频了 我露脸做视频 对吧 我说了 对 我现在就是开启一种模式 一种新的生活模式 是什么呢 我就是每天要用这些事实 来讽刺挖苦 嘲笑你们这帮拜登会 尤其是反共的拜登会 我为什么这么做 我是希望你们在这种 残酷的事实面前 能够早日的醒悟 能够早日的悬崖热马 对吧 我也在等 民主党现在 做了那么多恶行 我每天都在等 等你们拜登会的阵营里面 哪怕有一个人出来 说一句公道话 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你们做的太过分了 那川普已经下台 已经是平民了 怎么还能再去弹劾他吗 对吧 你们没有这种智商 也没有这种情商 去做这些公道的事情 对吧 很清楚 现在民主党弹劾川普 就是为了剥夺川普 继续在四年以后 去竞选总统 他们剥夺的不仅是 川普的权利 也是剥夺像我这样子 至少是有八千万 超过八千万 甚至于是过亿的 美国的 有投票权的公民 剥夺了他们的权利 民主党是剥夺了我们 投票选出 我们想选的人的权利 我们想选的就是川普 你剥夺了我们权利 这叫民主吗 这是你们所谓的 追求民主自由的人 去力挺的这种 剥夺别人 不给别人民主 破坏民主的行为 这种行为你们去力挺 还好意思说 你是追求民主的人吗 我讲的是不是个道理啊 我说的是不是个事实啊 不服 不服就来打我萌芽啊 你打的有谁哦 变成这个样子 怎么 我真是认不出你来 你觉得我有说的什么不对 你公开跟我说 像我一样 陆时平说 对吧 不要说我是蹭你 我有什么好蹭的呀 我要蹭蹭 蹭名人去啊 你是名人吗 我蹭你 你有多少人欠啊 我说什么都是蹭 我说川普 我是蹭川普 对吧 那我爱蹭谁 我就蹭谁呗 你管我蹭 你蹭不蹭你啊 你管好你自己可以了 对吧 我也可以蹭你好的呀 你有好的地方 我可以蹭你啊 对不对 我请你上我的蝴蝶台做节目 当你做对的时候 对不对 现在当你做错的时候 我批评你 对吧 讽刺你 嘲笑你 对吧 为的是什么呀 为的是让你悬崖勒马 你早一天认清你自己做错 错在哪儿 你这样你才会进度 不要老是眼睛看着别人 别人错哪 错哪 我跟你的不同点就是我每天 我可以说每天我承认的 我可以公开承认 这是我美活网说的 每天我都会想一想 是不是我错了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站在我对面的人 他是怎么想的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难道我有漏看一些什么真相吗 难道我有一些漏掉的 我不知道重要信息吗 难道我又再一次被蒙蔽了吗 我会时不时的去反省自己 包括我每天有空我上网我去搜 我还去故意搜那些黑川普的信息 看一看那些我不愿意看的 黑川普的东西到底有多少的道理在那儿 看看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正的 需要客观的 对吧 包括我今天我看到也是一个好朋友 他的推特 他有说川普软弱 他拿民主党和川普进行对比 说民主党去支持 支持他们的同样阵营的人 支持到什么程度 他能够向暴力下跪 他就是支持他想支持的人 他觉得他应该值得去支持的 他哪怕下跪都会去支持 但是他说川普呢 川普他不支持那些一部分支持他的人 那些人一旦有什么问题 他马上就切割 说他卵络到就是不能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去履行他的公职 去惩罚那些舞弊犯罪的人 我看看这话 这个话是两头都打的话 对不对 其实他的用意很清楚 他也是在批评川普的话 那作为我们支持川普的人来讲 当然不愿意看到有人去批评川普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我跟你们不同 我要看他说的对不对在不在里 有没有个道理在哪 哪怕是错 错在哪 他的错出处在哪 原因在哪 这些原因是不是值得我们去理解他 我虽然不同意他这种想法 这种说法 但是他说的川普软弱有吗 你表面上看是啊 是啊 你看川普至少他在离任之前 他应该去找一个 应该去任命一个检察官 特别检察官 他连这个都没有做 对吧 软弱吧 你表面上是软弱 人家说他软弱 我无话可说啊 这是事实啊 人就是要做这样的人 你是事实就得认 这是一个做人最起码的一个诚实的一种态度 对吧 我要自欺欺人 不要否认这个事实 你虽然说 是川普事实上确实表现得很软弱 对不对 但问题是我可以分析 他如果能翻牌能做的 他为什么不做的 你从最最基本的逻辑分析 不可能啊 这种形态 对不对 那他没有做是软弱吗 是我们理解的软弱吗 还是说另有他 不能去做的原因呢 有迫不得已的原因呢 我们不知道 对吧 所以在不知道情况下 我已经学会了 不要用自己的直觉 不要用自己的情感 不要用自己的情绪 去判断一件你根本不了解的事情和人 所以我不会说川普你太软弱 川普软弱吗 不软弱 如果川普是一个软弱的人 他就没有勇气 去做一个揭开华盛顿沼泽 去跟所有大科技大金融去战斗的一个孤狼 他不软弱 所以我们在想他是软弱吗 那个时候你不要光站在这一个点上去看他 你要看他全面的 看事物要看全面 你不能以点待面 你这个点看上去 是川普没有去做这些事情 没有进 没有去运用评判法 没有动用军队 好像似乎是很软弱 对不对 那你再回想他如果是个软弱的人 他为什么不去做像布什这样的总统呀 对吧 大家都是共和党吧 他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平平稳稳的 哪怕是下台也平平稳稳 不要受到迫害呀 如果他是软弱 今天他下台了就不会再被弹劾了 就是因为他太不软弱了 就是因为他太坚强了 太打不死了 所以民主党才又恨又怕到 连他下了台都还要弹劾他 就怕到这种程度 因为他太不乱弱 太坚强 所以每个人的思考他都有一个过程 不要轻易的去否认别人 也不要去轻易的做出自己的一个很轻率的一个判断 多想想多看看 没有错 不会有错 所以我想告诉你 虽然我们不是朋友了 我想告诉你 我并不恨你 对吧 我今天所做的这一切 正因为我跟你之前是有感情 才在我心目中 还有你一点分量在那 我才会去花这时间精力去录这些视频 隔空跟你说话 我图什么呀 不理就不理 拜拜就拜拜了呗 放下就放下 扔了就扔了呗 我今天还能出视频跟你说话 说明我还没有把你当垃圾 扔进垃圾桶 再不瞧你一眼 你知足吧 还要打我萌芽 所以说你的智商和你的情商啊 都很不济 也许呢 我的方式方法太过犀利 太过tough 让人很难接受 但是我还有其他选择吗 当我看到你每天在推特上面 这样去抹黑川普 卤骂川粉 你说我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如果你觉得我这种方式方法 令你很不爽 伤害了你 那么同样的 你去想一想川粉 包括我在那个 你有没有伤害到我们呢 你会愤怒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们也是人 我们也会愤怒 今天我还在这 用事实和道理来跟你说话 还把你当成个人 对吧 说再好一点 再温柔一点 我还把你当成一个 就说怎么说呢 以前的曾经的朋友 还有一份情谊 还留那么一丝情谊在心底 你有看我美猴王做视频 去骂那帮垃圾吗 对吧 你有看我做视频 去骂那些什么盲牛子 那些垃圾吗 没有 吃饱了撑着就花这时间精力 他们是真正的垃圾 不值得我美猴王 花一丝一毫的力气 时间和精力 那是浪费生命 所以啊 虽然我的方式方法 可能令你不爽 你别忘了 这是尊重 也是一种尊重 也是另外一种爱的表现 如果你觉得这个话听得很恶心 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实事求是说话 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吧 你如果觉得别了 自作多情了 我没有你这个朋友 你没有把我当垃圾 我把你当垃圾 OK 没问题 没有问题 每一个人 你自己的选择 你自己去承受这个后果 我无所谓 你把我当垃圾的话 我不会变成垃圾 我还是那么光鲜亮丽的 一个正义的 正气的 我还是活得很幸福美好的 一个光明正大的人 我不会 你把我当垃圾 我就成了垃圾了 对吧 你把我这样的人当垃圾 那是你的损失 不是我的损失 对我丝毫没有伤害的 OK 行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 别再打打杀杀了 很难看的 吃香 好好的做淑女不好吗 一定要做泼妇那样子吗 没必要 好好去思维一下 去反省一下你自己 OK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